大家好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惠露市政节目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就是郑永迅议员 我们第一节讲了很多关于体育发展的议题 第二节我们就想转一转话题 讲郑议员另一个很关注的议题就是关于劏房 近期政府都会推出一个叫做特别的津贴 就帮那些基层人士搬到简约公屋那里 其实你看到那个津贴的额来说是否能够增加那些基层人士搬迁的诱因 都要不断想办法去增加这个诱因 其实我过去这两年我们都用了不少力气 因为大家都会见到过去政府特区政府 就建了很多不同的过渡性房屋 简约公屋 其实加上也有几万个单位 有些过渡性房屋的地方有少少偏远 所以如果说住劏房的居民 大部分都可能住在深水埗 游尖旺 土瓜岩 他要搬去一个新的地方 他有些挣扎 我们很明白的 即是他原本可能整个生活圈 小朋友读书各方面都在那里 要一个比较大的力去鼓励他去做的 其中搬屋津贴可能是其一 第二就是其实都要是 譬如我们过去都是搞一些导赏团旅行团 就送他去看看 即是他最少会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 因为有些可能住基层的小朋友 他从来都没去过元朗 他都要去看看实际的环境 所以不同方面的事情 我们都要做一些 因为如果不是就浪费了 最重要是我们建了这些 度性房屋界的公屋 最重要是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好像那些阶级式那样 可以上一个台阶 在他们上公屋之前可以住一些地方 所以现在当然是 选择公屋是 譬如搬迁的资助是一个方面 但是还有其他各方面都要做 嗯 因为我都听有一些住劏房的人说 其实搬屋都差不多用了那些钱 虽然他去到单级工 因为已经差不多设好东西 就不用装修 但搬屋本身都要钱 所以可能他们都想要有些社区配套 就是去到 你刚才提到他们去到区里看 都是想知道 其实那区会不会有药房 油谷等等 那些配套上面 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 其实过去 特别是过渡性房屋是先行的 选择公屋 现在还刚刚收紧 都还没正式财出 那过渡性房屋的例子 就是其实很多项目 过渡性房屋有些是说 两三千个单位的又有 可能五六十个单位的又有 每一个地盘 每一个屋院 亦都有不同的经营 NGO的经营者 所以就很难说 一条线就说 他是不是那个配套全部都有 那当然他们每一个 激营运者 他都要想的 因为他都要自负盈亏 他都要想办法去吸引 那些的人搬进去 所以其实 他们都要不断地去想一些配套 譬如可能 可能元朗有几个屋远 他可能说有便利店 剪头发 帮他找工作 存钱 有小巴士去到门口 巴士站去到门口 帮他找学校 其实他们全部都做完 这些东西 就令到他们的人 可以所谓 比较无后顾之忧 但是这个力 都重要 因为大家都明白 基层他们真的比较困难 就是他们要做这个力气 比一般人大一点 所以我们就希望尽量做多少少令到他做 我觉得过去都是一定的成效 你其实看到过去特别过路性房屋的入住率 其实都是八九成 是没什么问题的 亦都很多真的劏房的人搬进去 亦都有很多例子 就是劏房的人搬到过路性房屋之后 其实他自己都知道 他未来都可能在元朗那头的公屋上去楼 他早点进去 那时候又搬到过去新的学校 这个我想日后都是继续 因为简约公屋未来都会多单位 所以怎样是可以令到大家都满足了 最有需要的人搬进去住 从而减轻我们劏房的压力 这个就是未来的公布 因为说真的大家都知道 未来的施政报告很快都会说 所谓处理劏房的问题 其中一个处理劏房的重点 都是怎样是可以将一些劣质劏房 是可以有时间去处理的 即是取题的 所以当我们的备套备处够 我们才可以慢慢信念他们的过去 其实我想对于一些 可能他们十五十六 想着搬还是不搬的 一些劏房居民来说 那个津贴就应该会有一些的诱因 但是你刚才提到 本身劏房他们固有的问题 就是说一些劣质的劏房 真的实在不应该在香港存在 但是问题就是 画线那里是很难 就是画到一条很清晰的界线 因为有些人就提到 都要看可能不只是看面积 都要看人均面积 因为现在施政报告 都收集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你自己又怎样看画线的问题 那条线是难画的 但是那条线也可以浮动 说真的都可以随时间 我们再去评论看过 香港呢 大概现在有十一万个劏房 我们其实过去十年 都见到不断价格的星人 就是住越贵 越住越小 也是个事实 就是以前的劏房 就没有那么差 坦白说 现在就有些可能他们会觉得 总之我三五千元 我弄到他一批东西 那我都收到 那他就亂选了 那所以过去在没有网管的情况之后 就搞到越来越乱 那所以政府有这个方向 就是要画一条线出来 你真的太离谱那些 就是危及到生命危险 而你根本不适合人去居住的 都真的要有个时序去处理 那当然 现在可能来政府说 都做了一堆研究之后 又或者听了民间的意见 那都可能有一个方案出来 就是就着所谓的劣质劏房 可能都有个界线 就是可能说最低的人均面积 是厨纸不可以合一 最低的就是高度限制 就是人均高度面积 又或者加一加 或者有些安全后楼梯 安全后楼梯 那些各样 那我都觉得是应该有个这样的线 但是其实画了之后 究竟怎样执行才是重要的 刚才你说的 你画得太高 然后原来所有的都掉下去 那你接着大家就 大家斗不做 是不是也做不到 但是你说的太低 根本这条线 根本就低到一个不合理的线 又不行 所以第一 这条线 我们自己都有个方案 我们觉得都平衡了 就是比如简单说 可能我们说 最低的人均面积是 7平方米 那些人说 7平方米很少 那样 我们数过 可能是11万个 大概是10% 20% 但是你现在不仅只有7平方米 你还有其他 上个东西垃下去 那你垃下去 都是两三成的 那就是两三成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去画的方向 那当然 你刚才说 为什么可以浮动 你7平方米 我们可以整理的 就是你7平方米 我们做了三年之后 原来发觉大家都做完了 觉得还要斩 不可以给它这么多 你可以调到9平方米 都没有说不行 这个条线是可以浮的 但是现在现阶段 让我们觉得 偏向一个保守一点的方案 就是我们 我自己的所谓的 目测过去 就是11万个劏房 大概我相信 是两到三成 是我认为 是不是很适合人去居住的地方 那这3万个单位 我们怎样是一次过 告诉他们 麻烦你这一年同步 你们全部消失 还是怎样做呢 那就有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初步 就建议 我们都要有个 登记制度 跟着就有个 去评分的 评审的 就是假设 有3万个我们认为劣质 劣质都可以分开很多层的劣质 那譬如 你们那些劏房业主 麻烦你自己去找个AP 去查一下你那里是怎样的 跟着他说 喂 你这些全部都不合格的 跟着交回政府之后 不好意思 你不合格的那些 麻烦你 就第一 先要处理 那你给你两个选择了 要么 你就自己 就重新再收拾过 再出去 要么你就自己 取代自己 就不要再做下去了 那这个是他的选择 那我们又给他一个时间 那所以就有个 那接着呢 就去慢慢一步 可能每年 我一定拿一个目标 五千一万 或者多少 那就慢慢每年去清理一些 处理这些所谓的劏房 那同步 就有少少相关的配套 给那些劏房居民 就是可能他也有得选择 就是如果他真的 被纳入这些目标之下 那他是不是可以搬去哪里呢 搬去过度性房屋 简约公屋 还是怎样的呢 那这个又有个选择 但是同一时间呢 我们又要拿捏的 因为坊间有些人 会有意见 喂 如果你个个都说 可以立刻上公屋的话 那会不会就变相是 去排队 那些人就个个搬去 劣质劏房住 那所以呢 都要有个安排 那我初步都是觉得 其实呢 如果那些 就是被取替的劣质劏房 可能他都是住去过度性房屋 和简约公屋 我觉得都是合适的 因为其实他的下一个阶段 都是去公屋 那这样就一步一步去搬 嗯 还有就是那个 起间公屋的时间表 本身都要跟那个取替的速度 要夹到 如果不是 很多人都说 其实劏房本身 都真的有一些市场需要 如果那些人 他们是没有地方住 但是又搬不到 上去过度性房屋 或简约公屋 那也都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如果按回政府的报告 说到那些十年的公屋的供应 其实去到三年后 那些供应就越来越多 而且都比较稳定 那现在的公屋轮后的时间 都应该可以减下来 那所以就是 其实他现在 我们所谓的 研究了这个解决拖的问题 都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可能要立法例 其实都是两三年时间 我相信是有个配合的 就是他们自己 内部政府都计的时候 都会计好一条数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 虽然说要有足够的公屋配套 但是同一时间 都不可以真的容忍得太过分 因为现在真的有一些劏房 是真的不太理想 有室有伺子合一 就是很差的 有些真的不应该被人住这么多 所以我就不希望 搞完一大轮之后 最后每年就搞了500个 取体了500个 有时你这样搞下去 就不知道何时何日何日 才叫做做到那个客户 所以力度如何拿捏 都要有一定的力度 我觉得 好 那我们今次讲了很多 关于劏房和建议公屋的议题 劏房其实 Vincent刚才也提到 一开始标准应该要 银得高一点 要不然 其实整个取代的速度 就会很慢 那我们第二节讲完劏房之后 第三节就会讲一个近期很热的议题 就是熊猫的经济 那我们回来再谈